大家好,前一段时间炒作的沸沸扬扬的彭帅事件有了最新的进展 根据CGTN最新的公布的新闻 彭帅给WTA的主席发了一封邮件 WTA就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我先读一下这封邮件 大家好,我是彭帅 关于WTA官方网站最新发布的消息 内容未经本人确认和核实 未经本人同意发布 该新闻稿中的新闻 包括性侵犯指控都是不真实的 我没有失踪 我一直在家里休息 一切都很好 再次感谢你对我的关心 如果WTA发布任何关于我的新闻 请与我核实 并在我同意的情况下发布 作为一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 再次感谢所有人的陪伴和关心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推广中国网球 我希望中国网球越来越好 再次感谢您的考虑 彭帅所说的WTA官网的最新消息 就是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还是中国不民主不自由 所以张高丽性侵了彭帅 要求中国公布这个事情 公布调查进展 同时要放弃审查 同时还说了一堆的关于女权的东西 说中国这个女权搞得不好 所以才会对女性进行性侵等等 那么彭帅说这篇文章是不真实的 同时彭帅也说并不存在性侵 而且彭帅最后要求 所有关于他的新闻 都要经过他本人的同意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也是非常正常的 也是非常正确的 你发布关于彭帅的新闻 而且你们口口声声 都是说彭帅讲的 但事实上人本人没讲 所以这根本上就是造假 而且性侵这部分 就是网上传的彭帅的微博 我也完整看了 里面也没有说性侵的部分 对吧 这个事情真假是 目前是核实不了的 就哪怕是真的 他也是生活作风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彭帅的文字当中 他都是自愿的 并不存在性侵的问题 当然 那个所谓的温博的文字 也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在微博上 看到原版 看到都是批出来的 然后在推特上 在油管上 大肆的传播 说彭帅发了这么个东西 但是很快就被删掉了 对吧 然后中国的网络审查 巴拉巴拉一通 但事实上并没有在微博上看到原本的东西 所以是否有那个微博呢 目前我本人也是持一定的怀疑的态度 其次 我们各路的民主斗士 独轮运等等 在那里捍卫自由 在那里捍卫民主 等等 但是目前看 他们都在撒谎 因为这帮人都在讲性侵 都是说被性侵了 但事实上 对吧 我们即便从 那个微博 包括彭帅 最近本人的邮件来看 其实也并没有性侵的事情 而且这里面 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目前也不是很清楚 那么彭帅的这个邮件呢 并不是说的特别清楚 但是说实话 深处风口浪尖 深处这个漩涡当中 越解释 越没有人信 那么有时候越解释 越解释不清楚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反应 不过呀 WTA 这个所谓的主席 他的回应 让人感觉很奇怪 WTA的主席说 很难相信 邮件是彭帅本人写的 他的性侵指控 必须得到重视 在完全透明 和没有审查的情况下 进行调查 这个WTA主席 这就等于一口咬定 性侵的指控 是存在的 但事实上 对不我们通过 网上流传的那个微博 也根本就没有性侵的指控 WTA的主席 一口咬定这个东西 而且否定这个邮件 是彭帅本人发的 那你所谓的性侵的指控 就是彭帅本人讲的吗 对吧 光靠网上一个图片 一段文字 你又怎么证明 是人家本人说的呢 用我们常用的词啊 就是双标 而且啊 这些人是先 跨了圈后射键 先跨了靶子后射键 要把这个事呢 对吧 就要给坐实探 而且啊 纽约时报啊 最近啊 也发了一个文章 报道这个事情 也是啊 先说啊 不相信 这个邮件是彭帅本人写的 紧接着呢 他又说 彭帅 11月2日的微博 在中国社会 引起震动 在中国掀起了 MeToo运动 MeToo 就是之前美国开始搞的啊 这个女权活动 对吧 就所谓的MeToo 之前说过啊 指控朱军姓卿的贤子 他也是MeToo的成员 贤子的上相呢 就叫吕贫 吕贫的上相是一个白人女的 那个白人女的的上相呢 是CIA 之前说这个事的视频也说过啊 对吧 这个当时吕贫啊 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 连着发了十多个推特啊 紧接着又发了十多个 对吧 那个文案都很长啊 显然是有所准备的 甚至可以说是精心准备的啊 基本上啊 就是要在中国也搞一次MeToo 不过我觉得 他们又骗经费之嫌呢 因为对吧 这个事情在中国社会 并没有引起震动 也没有掀起什么所谓的 中国版的MeToo运动了 而且包括之前的 对吧 这个成都49中啊 等等啊 都离不开这些人的身影 这些人呢 搞性别对立 进行打拳啊 无非是想掀起 一个所谓的女权运动啊 目前感觉有点偏经费啊 在中国根本就没有掀起 对吧 你看纽约时报的报道 也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MeToo运动 估计有骗经费之嫌啊 对吧 像他们的美国主子 或者CIA啊 在写报告的时候 对吧 说我们搞得多大呀 多轰轰烈烈呀 事迹上 对吧 批大的影响啊 也没有 而且 还是啊 即便从彭帅之前 那个微博看 即便那个事是真的 它也涉及不到 女权的问题啊 对不对 哎呀 说都说来说去啊 对吧 很多还是阶层问题 和阶级问题啊 这个就不详细的说了 同时啊 这个WTA呢 还找了一堆 有影响力的网球选手 来声援彭帅 比如日本选手 大阪直美 在推特上说 任何情况下 审查都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前世界冠军 克里斯 埃福特呢 称指控 是令人非常不安的 不过 他也没说指控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美国啊 就闭嘴吧 对吧 这个拜登啊 这有很多性情未成年少女啊 甚至说 这个以前的民主党 共和党 都涉及到的 那个埃博斯坦事件啊 我看这个事啊 才要公开透明的讲清楚 那么最后吧 就是 事情倒这么大呀 对吧 处在风口浪尖上 很显然 越解释越解释不清楚 而且我觉得 还是和中国的六中全会啊 还有接下来冬奥会啊 等等啊 都是有关的 我们每到一个 重要的时间节点 这些 对吧 恨国党啊 等等 都要掀起一次舆论的高潮 至于舆论高潮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呀 对吧 有很多的原因呀 有人讲是政治内斗 这个我不清楚啊 但是 对吧 通过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啊 对中国进行抹黑和攻击 这是他们的老生常态 是老做法了 而且 对吧 即便双方啊 按照那个微博的文字 是你请我愿了 当然这个事啊 不能确定啊 就咱就说万一是真的 那也是生活作风问题 对吧 也是不符合党纪的啊 可是对吧 我们知道周永康啊 等等 周永康当时也是常委 而且排名更靠前啊 那所以做了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 那也会得到严肃的处理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啊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如果真的有啊 也一定会被通报的啊 被批评的 或者是如何处理的等等 那如果没有呢 对吧 也就要还人家清白啊 所以我想啊 在当下这个风口上 这个事情呢 显然啊 是要让它冷一冷 但是 对吧 过到一定的时间啊 我相信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果吧 呃 同时还是上一个视频啊 彭帅说他在家里 呃 这个家呢 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是在国内啊 对吧 那这个事情啊 还是 呃 值得考虑一下 值得探讨一下 如果是在国外的话呢 那基本就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对吧 如果是在国外的话 那其实事情就是非常的清楚嘛 呃 在国外搞这种事情啊 对吧 其背后的目的也是很清楚 的啊 当然目前不做住心之论啊 也无法 呃 不知道他在国内还是国外 我觉得 呃 一方面吧 对吧 在过一段时间之内啊 对吧 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 或者是讲清楚 呃 嗯 那个微博的图片 对不对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还是他到号了呀 等等啊 还是要 把这个事 说清楚吧 对吧 同时啊 这个读录运也好 包括所谓的WTA 还有纽约时报等等 呃 这些所谓自由的媒体啊 在这个事情上也是严重的添油加醋 对吧 无限的矿大 根据那一个微博的图片呢 各种的隐身啊 呃 又是性侵啊 又是这个那个的 其实从那个微博的图片 也都看不到这些东西 那么最后呢 还是秉承我上一个视频的观点 呃 仅靠一段文字啊 其实是证明不了什么东西的 我可以说蔡太子 这边也性侵了我呀 我也可以写这么一个故事啊 我也可以说拜登也性侵了我呀 对吧 拜登是个老gay 那也是可以的呀 对吧 但是这能证明什么东西呢 所以啊 呃 还是需要更多的证据啊 呃 不管是西方也好 或者我们国内也好 现在司法呢 都已经按照一罪从无的原则进行了 对吧 那么怀疑是不能定罪的啊 还是要有详详识的证据 而且证据链呢 是要完整和闭合的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